replace好像不行 因為replace是取代幾個 所以這邊的話subtitude這個 所以你要不就是從這邊取代 建議採用 要不就是怎麼樣 從文字裡面往下找s開頭的subtitude 這個也ok 那這個subtitude怎麼使用呢 其實非常簡單 它會有1、2、3、4個問題問你 第一個它請問 你要取代的東西在哪裡啊 在這裡 第二個呢 order test 你要被取代的東西在叫什麼 空白 那特別是喔 你可以這樣按個空白啦 那不過移開 我看一下 有的時候它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引號 就ok 但是有的有的函數很奇怪 你按個空白 它不會自動幫你加 那如果不裝你加 那就完蛋了 所以特別注意啦 乾脆你就是 妥當一點 雙引號 空白 雙引號 這樣子表示空白 那取代成什麼呢 沒有東西 就 new test 沒有東西什麼呢 兩個雙引號 各位有沒有發現它已經work了 本來有沒有有空白的 全部變成沒有空白 就這個樣子而已 ok 所以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個地方喔 關鍵在這裡喔 ok 好 那 instant number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裡面有空白啦 可是有好多個 你要從第幾個開始 如果你不加它就從頭開始 但是你加的話 你可以不一定從頭開始 你可以從第幾個開始 ok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 你如果以後不要從頭的話 你也可以去設定第四個 不過第四個這個地方很少用到 ok 按確定 然後呢 Ctrl C 請你再切到那個 百家姓二貼上 就出來了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我們的 所有的字都過來 但是剛剛的做法 是用一般的公式去完成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好了 我不要用公式 我希望這邊你給我一個按鈕 我直接按下它之後 自動幫我做完剛剛的事情 有沒有辦法 當然可以啦 這個的話一定是 for i 等於1到2 1到19 for j 這別說 除了有列之外 因為我們還有四個欄 那我習慣用j for j 等於1到4 這做什麼呢 把這些通通都串在一起 跟剛剛有點像 但是多一個欄的概念 最後輸出到某一個儲存格 那因為這個程式我有寫好的 在雲端上有文字 文字累加 Ctrl C 我demo 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寫完之後 類似像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剛剛做的事情 這邊是沒有的 那我希望怎麼樣 將來呢 將來呢 做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呢 可以自動幫我做完剛剛的事情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全部做完了 就是利用這些 有沒有就是 怎麼去做啦 其實做法就是剛剛我們做的這些事情 把它全部寫在一起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那個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做完了 你們再看看 所以剛剛我們第一個 特別是說 1 全部串一起 向下填滿 2 用一個兩個 有沒有 上面串左邊 向下填滿 再利用subtitle 幫我去取代 空白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當然 如果你經常做這些事 那當然你會覺得很瑣碎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最好是按下一個按鈕 全部事情就搞定 那這樣不是更好嗎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把剛剛的邏輯 再轉成一個按鈕 按下它 全部事情就搞定的話 就是剛剛那個VBA程式 OK 所以 如果做完可以再往前推進